农民工作穿的连身衣一件件挂在道路栅栏袍 下方停了满满能整定翻土的一影机 但这里并不是农地 而是通往法国西南部重镇图鲁斯的高速公路 约百名示威群众从18号晚间就堵住卡尔邦连外高速公路抗议 烧豆草木头表达不满 农民抗议政府用低价进口商品让本地商品难以竞争 对本土农产品的检验标准又更严格 原物料成本上涨同时 农用车使用的柴油价格节节攀升 而政府说要推的改革政策日前却宣布延期 苦苦挣扎的农民看不到未来 正好开出农用车挂上愤怒的农民字样 希望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法国总理爱塔尔22号与全国农民总联盟代表举行公开会谈 承诺这周内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明示新闻联系综合报道